爱吃辣的朋友,一定要来试试,自制辣椒酱,用途非常多,拌炒,烹煮或沾酱佐料都能为料理加分,一起来看看怎么做吧,记得食材洗干净后水分要晾干才不容易坏掉,蒜头100公克,小辣椒60公克,大辣椒130公克, 盖上背盖,有看到背盖上的箭头吗,顺着箭头转入卡榫,做料理教给料理神器,转速很够力,顺转几下就好了,不用流泪剁上千百刀,不用担心双手被辣椒弄到红肿,蒜头与辣椒就能马上切碎,你看,不出水又能保留口感的细度,是不是很厉害呢,倒出来就可以拌入调味料了, 盐巴3茶匙,糖1茶匙,米酒1茶匙,盐巴及糖可以自行斟酌调整,盐巴少保存期间会缩短,找个干净物有无水的密封罐,放入几片苹果,经过水果催化风味会更棒,常温两三天再放入冰箱冷藏,一个星期后味道更成熟, 这瓶鲜味辣椒酱就可以入菜了,别看这一瓶简单的辣椒酱,拌炒,蒸煮,蘸酱,味道都很棒哦 新鲜辣椒酱经过腌制以后,保持了鲜嫩清脆的口感和水分,不会辛辣刺激,十分开胃 自己做比较放心,经济又是会,喜欢的话也赶紧试试吧 营养大师,料理神器就是这么简单方便